台湾的房价居高不下 别说是买房 对许多租屋族来说 庞大租金也是一大负担 因此内政部从7月1号开始 扩大租金补贴专案 大幅放宽租金补贴的申请资格 预计可加汇50万成租户 但许多租屋族就反映 这样的政策恐怕看得到吃不到 因为台湾租屋长期存在着黑市现象 也就是屋主为了逃漏税 隐瞒自己名下房屋有出租的事实 甚至要求租客不得张扬 更别提要申请租金补贴 到底这样的现象有多严重 对租户而言又有什么保障 继续带您了解 位于台北市中正区顶楼加盖的 家庭式租处 是北漂族的A小姐 选择落脚居住的小空间 租屋环境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 就是它的 有公共空间吗 对 第一个是有公共空间 然后第二个是它的阳台 但是顶家不会特别热吗 会 顶家就是蛮热的 就是所以夏天有点担心电费 20平大的空间 两房一厅一位 一小姐和室友分租 一个人月租金一万块钱 不含水电瓦斯网路费 从大学四年级开始成为租一族 29岁的她曾换过七个房东 从新北到台北市要在寸土寸金的双北地区 找到便宜又合设的房子并不容易 房子真的很难找 尤其是要考虑到通勤方面的话 自己的薪水稍微有好一点点才来台北市找房子 你没有办法有太多选择 你也没有办法考虑太久 因为所有人都在找房子 你今天赖她 然后你过两天说 我还可以再去看一次检查 所以她完全没有 她已经被租走了 为了减轻像A小姐一样的租足负担 内政部七月份实施租金补贴扩大专案 把租金补贴的申请资格 从原本所得为各地最低生活费 2.5倍以下 放宽到3倍以下 以台北市来说 111年度最低生活费标准为1.86万元 原本的申请条件为每月收入要低于标准的2.5倍 也就是4万6705元以下才可以申请 现在放宽到3倍 只要每月收入低于5万6的民众 就能请领租金补贴 这项专案共编列了300亿的预算 预计可以加汇50万成租户 这当中光是放宽所得资格之后 可以申请补贴的人就有16万户 此外经济弱势者约9万户 新申请户约5万 未保存登记建物 包租代管的成租户 也占了各2万户 租金补贴这个政策 从民国96年就开办了 那每年都一直持续在增加户数当中 那今年呢 就是因为考虑到就是物价跟租金双涨 然后一方面呢 政府就是因为经济成长 税收有一些增加 所以呢 为了要减轻这个租物民众的负担 所以政府就推出了这个政策 进一步看看放宽所得限制之后 各县市能申请标准 台北市为每月收入要低于五万六 新北市要低于四万七 台中四万六千元 台南四万两千元 高雄则是低于四万三千块 就能申请补助 对于新婚夫妻或有小孩的家庭来说 最有帮助 比如说新婚啊 或者是生育养育小孩的压力等等 虽然他们所得就是超过2.5倍 在那个三倍之间 但是其实他们所得也没有很高 但是以前呢 在这样情况之下 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补贴的 以月收入四万块钱的A小姐来说 符合台北市的申请标准 加上又住在顶楼加盖 算一算每个月可以拿到 三千六百块的补贴 但他却表示租金补贴 看得到却很难真的吃得到 因为很容易卡在房东这一关 他会不会就是长我的房租 这是非常非常就是有可能的 就是长了之后 那就是万一长的这个幅度 跟请领租金的这个补贴 其实差不多的话 那就感觉好像没有必要 这样子绕一圈 A小姐透露不光是租金补贴 连租民众每年在报税时 享用租金支出来扣体税格 都会被房东阻止 我有去问 但是他们都说 你这样相关报税增加成本 那你自己后来要去负担 就是几乎都是这样 原来很多房东为了逃漏 租赁所得 会隐瞒自己名下房屋有在出租 所以一旦租户申请补助 房东没有诚实报税的情况 就会暴露在阳光下 因为我们是个人小房东为主 所以他的租金收入 会不会算到综合所的税里面 他会有跳级的问题 对那这件事情对很多 本来还有自己本职的房东来说 是难以接受的 那另外一个是 你一旦开始这么做了 开始跟政府隐瞒了之后 那如果你未来真的 醒悟了 想要洗白 想要抬面画了 那其实国税局是有办法去追你 过去七年不当得令的 像A小姐这样的租租并非少数 因为根据统计 全台湾的租租大约有100万户 但根据财政部的数字 108年度在所得税中 有列举房屋租金支出 扣除了的租户仅仅约2.7万户 显示不少租租的确有苦难言 而房东们更是没有诚实报税 财政部跟内政部的资料去做推估的 所以推估出来是 大概有7到9成的房东 在出租的过程 是用自用住宅的名义在做申报 那换句话讲 大概只有1到3成的房东 是在租屋的过程是诚实报税的 那如果以100万 台湾大概有将近100万户的出租住宅 这样的概略的状况的话 其实大概只有10万到30万户的房东 是诚实报税的 民间也曾对此做过问卷调查 发现租屋的三大困扰当中 就不可领租金补贴以及不可报税 此外近9成的租户 认为租金过高 8成7的人有续约遭距的困扰 因此这次补贴是否真能触及50万户 专家并不乐观 追根究底还是得回到 让租屋能实价登陆 并且搭配明确的裁罚制度 我们目前租屋市场里面 房东跟房客的权利益物是失衡的 租屋是一个攻击不足的卖方市场 应该给房客就是吹哨条款 就是检举权 就是他可以不用住在里面的时候就检举 他可以要搬走的时候再来检举 而检举房东逃漏税的 这些他要补的这些税金跟罚金 有一部分由这个检举人可以拿到 长期的苏黑市现象若不解决寄出再多补贴 恐怕都无法帮到需要的人 为了让苏市场更为透明 内政部目前以鼓励的方式 推出所谓的公益出租人制度 也就是房客若领有苏金补贴 屋主就能成为公益出租人 享有税负优惠 公益出租人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他的三个税有减免 第一个房屋税地价税 都是用自用住宅税率 再来所得税的部分 只要是在房租收入 每月一万五以内呢 他也都可以就是不用讲所得税 所以他有这三税的减免 所以我们现在是都鼓励房东 就是尽量把房子拿出来 用好房做好事 政府砸三百亿推出租金补贴 利益虽良善 但若要实现居住正义 还是得先解决台面下的 租屋黑市问题 才能真正帮助到需要的人